涉嫌虐待红仲秋的介护是陈奕勋 他现在被收押 他的妈妈很无助 独自到宜兰的关公庙来替他祈福 提到奕勋 他更是激动了 还痛哭 相信他的孩子也是无辜的 穿着牛仔外套 黑长裤 陈奕勋的妈妈一个人悄悄来到关公庙 儿子被一虐待部署致死罪一送 做妈妈的无助 只能求求关公帮忙 救救儿子 你要不要帮奕勋讲你的话 因为现在状况真的比较 特别比较紧张 谢谢 谢谢你们再见 戴着口罩遮羊帽 原本不想多说 但听到奕勋两个字 妈妈泪崩 痛哭 因为陈奕勋已经被收押 做母亲的选择相信孩子无辜 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助权写在脸上 他在关进去之前 有一通电话 跟他们的也系上了 那通最后通电话 说惨了惨了 长官要把所有责任推给他 他死定了 然后他 他说那到底是哪些长官 要把责任推给他 他说他不能讲 电话里面不能讲 洪仲秋枉死军中 军检侦办 矛头指向269旅 禁闭市中市 陈玉勋一人凝虐 儿子背上致死罪名遭收押 对做母亲的来说 更是煎熬 专讯文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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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